假如从现在开始你有九条命 需要面对九个致命的难题 选错一次就会失去一条性命 对于这个赋予你九条命的生死闯关游戏 你需要用几条命才能顺利通关呢 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关是50米高的海啸铺面了 你正在海滩上 你是选择跑回有混凝土酒店的顶层 还是乘船出海呢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能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海啸的波浪有伸展性 速度非常快 可以每小时达900公里 具有巨大的能量 2011年日本海啸高达10米 比三层楼还要高 造成了18850的失踪和死亡 可以说海啸过境后几乎都是毁灭性 海啸即将来袭 现在到了你做出决断的时候 你是要去酒店楼顶还是出海吗 正确答案是乘船出海 而不要躲到酒店的屋顶上 因为海啸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运动 海啸达到海边的时候 海底受地表阻碍速度开始下降 但上部的速度并没有下降 直到海水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为止 海啸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 可以瞬间攀升到50米以上 可以轻松推回这场 酒店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经不起考虑 而你选择抓紧带有福利的船出逃 或许有一丝求生的机会 第一个生死难题 您答对了吗 下面进入第二关 假如你的视力越来越差 需要矫正 你会选择做激光手术还是带隐形眼镜 正确答案是要去做激光手术 不要佩戴隐形眼镜 激光手术可以保持前部角膜组织的正常解剖结构 能够减轻术后角膜组织 愈合反应所引起的上皮下浑浊和聚光回头 处理得大 大部分不会留下后遗症 而使用隐形眼镜 可能引起刺激变形虫感染 如果进入你的眼睛 它会导致大脑和脊髓感染 可能会出现呕吐 幻觉 精神错乱等副作用 如果不治疗可能会导致死亡 相比之下 激光眼科手术更加的保险 可能会失明但不会死亡 怎么样 老铁们选对了吗 数一下你还剩下几方面 还有八次挑战意味着还有八个难题等 对你来决定